哈喽大家好,我是悠悠 我今天心情也很沉重 因为最近以来我一直在关注着国内的这种疫情 我也关注了有五六个武汉的普通家庭 从一开始的一个两个,然后一直住不上院 然后最后导致全家的被感染 然后那种悲愤,那种绝望,那种走投不路 真的是非常惨 然后也看到了,就是在医院里边 我看到一个视频,就是一个妇女 怀里坐着一个不知道是她什么人,已经去世的人 然后她就坐在她的怀里 然后我都不敢去形容那种惨,那种场面 我就想那个人去世,传染性要多强 然后她就坐在那个地上,在医院里面 然后不知道多长时间才被就是尸体被装走啊,拉走 然后真的是,不能说是人间炼狱吧 也是非常非常就是一幕一幕的 我也哭了好几次 真的是那种无力感,那种绝望感 我们就是虽然就是远隔万里 让我也能深深地避溃到啊 话说过来啊,就是在这次疫情爆发之前 就好巧不少呢,我就看了很多文章 那篇文章啊,那篇文章啊,那篇文章是一个在2003年就是非典的时候 北京有一个叫黎路的人记录的他的一个生病的一个经历啊 就是从最开始的感染,然后到医院一次一次的被拒绝 就是没有办法入院,然后一直拖到了 最后他入院的时候啊,已经是北京协和医院里最重的八位之一 他呢,幸运地活了下来,然后他写了这么一篇文章啊 一去呢,就是大家也知道非典的时候就是这种 这种信息传播,因为现在这么好 所以我那个时候其实根本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事情 然后我看他整个那个文章叙述的这个过程 也是当时非常的感慨啊 就是真的他那种无助啊,那种绝望啊 他最后都写好了遗嘱 他还,社会资源还是挺丰富的 他的同学在北京的就是也是一定的地位的这个医生 给他很多的资讯 最后也是凭着这样的关系他才有办法去入院 我当时看了那个文章以后啊,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想到原来在疫区的中心就是住院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就很多人没有办法最后拖到死去 也没有办法进入到那种统计的名单当中啊 我当时是很震惊的 然后我当时就想啊,这毕竟是十多年以前啊 如果现在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一定不会这样 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次的这个武汉的疫情 这样的事情又是重复的发生 然后直到现在这么多天嘛 还有那么多人没有住上院啊 然后我今天又看网上的一个求助 他们是一家三家人 然后是来自农村的 因为他的那个父母不能就是回到乡下去过年嘛 因为身体原因留在武汉了 然后他的哥哥和弟弟就是两家人都聚到了武汉 然后他们是农村的外地去的 然后现在全家人被感染 然后就是走投无路 没有办法就是求医无门 然后他毕竟不是当地的居民啊 然后整总而言之就是各种的被疏漏吧 然后到现在就很绝望 就是为什么就是十七年前的这个非典 没有解决的问题到现在依然存在 我现在其实想明白一个问题啊 这个事情我们不从这种什么宏观上去理解啊 什么体制上啊这些我们都不去说 至少我是觉得就是对于我们国家这种 举国的这种体制呢 可能在处理这种重大疫情上 它还是有它的优势的啊 我不从这方面就是这种政治方面去讲去分析啊 我只是从这个我们一个老百姓的一个角度 就是怎么样在这种重大的灾难面前 就是保护自己啊 我只是从这样一个角度去切入去 去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问题啊 你比如说原来这个武汉呢 是大家都去到发热门诊 去聚集在那里边啊 就是人山人海 然后那个政府就想了办法 就是把这个就是病人呢 不能直接到医院去看病了 最后啊就要从社区去筛查 筛查然后报名 社区再报到什么卫健委 卫健委再分配给各个医院 然后医院呢都是对口的 你不能跨区 就是就是一系列的政策出来了 这个呢缓解了就是大家在这个医院 这个这个发热门诊 就是聚集到一起互相传染的这么一个 一个大问题啊 应该是一个好的措施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会有一系列的问题啊 且不说这个思路是对的 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它肯定会出现那种不均衡啊 另外还有一些保不齐那些 从上到下各个环节的工作人员 那水平层次不齐 还有一些就是因为在这种 这种紧急状态下 也没有办法做到那么 那么合理那么公平啊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 对于我们这个个体的这种 小老百姓来讲啊 真的就是一种命运了 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无力啊 就是有的人 有的那个社区工作人员 就是工作能力强 加上他的这个社区分配的 这个医院呢 有空床位 然后登记上很快就被收治入院 可是有的 直到现在十几天以后 社区没有人管 然后就是走投无路啊 因为它有一套体系 你没有在这个体系里边 或者这个体系的这底层 没有给你处理好 你就真的是一点办法没有 为什么就是现在有很多人 这种绝望啊 寻死寻活啊 然后我就在想啊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对于我们这个老百姓啊 到底要怎么做呢 我们就是说 现在呢就是要从里边呢 也要总结一些啊 就是对我们人生 也要总结一些经验 那我是觉得啊 首先第一步呢 就是当发生这种大灾大难的时候啊 对于我们个体 那么首先我们的责任 就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 这个生命安全啊 那么我们首先就要关注 国家这个政策 这种体系的变化 这种一定要时刻的 关注的这些信息 然后你不要被这个体系 赚到外面 就是你一定要跟上 这种趋势的变化 这个是最重要的 就不要国家已经 就是把这个权力下降到 这个社区了 你还跑到医院 一家一家的碰钉子 然后拖着这种病人 到处传染不说 然后自己也被感染 然后病人体力消耗也非常大 那么首先不要做这种无谓的 就是你一定要高度的敏感 知道这个体系有什么变化 你要一定要第一时间 要掌握这些信息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说你要掌握 基本的一个医疗的常识 比如说尽快地学习一下 这种新的病毒 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传播方式 你怎么样去预防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到底它是怎么样去治疗 到底有没有药 如果没有药的话 它都是怎么对症治疗 那么你要了解这些 基本的东西以后呢 你就没有必要就是这种 尤其老年人的那种啊 就是发烧都39度多了 然后还拖着到医院 一等等了几个小时 去排队打针 然后最后那个针呢 就是一个抗生性消炎药嘛 然后最后它妈妈就变血了 就是不但没有治好的这个病 还产生了因为那个消毒 消炎药的副作用呢 产生变血 就是一个是病人消耗体力 另外一个到那边去交叉感染 还容易感染它自己 因为这是一个女儿 带着她妈妈看病 还把它自己也感染 另外还有一个呢 就是病人太消耗了 就是没有完全没有医药 就不要太慌乱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 说实话 没有人能帮得了你的时候 你一定要冷静 不是一定要分析 一定要就是说 尽可能地不要消耗 病人的这种体能啊 是很 因为靠这种 病不完全靠你的那种 自身的这个抵抗力 它才能把它那个治好 所以说你这样的不停地拖着病人 他一个心情 他也是很焦虑的 另外又休息不好 又那么劳累 你想这病情能够加重吗 然后况且你做的 所有的都是无味的 然后是那种 不是锦上添花 而是那种 纯粹是负面的东西 就完全没有必要 就是说 你一定要稳 你一定要稳 稳下来 另外首先要把自己保护好 我看到现在就是 这些家庭 基本上就是全家人感染 那么就说明 没有做到这个 很好的这个防护 就是一定要不要慌 这个时候你发现 你求助不了任何人的时候 那么你一定要自己 你要靠你自己的智慧 来做到 就是把这个牺牲呢 降到最低啊 然后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呢 就是你一定要去 尽快地发生 在社交媒体啊 然后去那个 新闻媒体啊 然后大V啊 一些比较有 有责任感的大V啊 然后你就不停地去 去曝光这些事情 然后尽量地把这个事情 消息传播出去 闹大 就是这个时候 你不要去考虑 太多的这个得失啊 然后还有的病人 我看因为说 开私家车 扣十二分 还在考虑这个事情 这个时候 已经是人命关天的时候啊 一定要分清哪头 清哪头重啊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事情闹大 就是不惜任何的代价 把消息传播出去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我今天就是刚刚 从网上视频 我们看到有一个人 不方便说名字 有一个人呢 因为去拍到医院里面 拍到了那些尸体的照片嘛 然后最后那个 就是他回到家以后 马上就有那个人来 来来那个 来找他 就是让人测量他体温 就是反正让他开门 让他怎么样 就总归是 有人关注到他了 因为他做了这个举动以后呢 就立刻就很敏感 但是那个 就是说这是一种办法嘛 就是你无论如何 因为你已经没有任何的能力 就是已经就完全 你已经就是被这个体系 转到外边的时候呢 一定要采取一个措施 就是尽最大的努力呢 尽快地把你这个事情曝光出去 就有人关注 不管你用任何一种方式 有人关注到你了 你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所以说我其实是很赞赏 就是在网上发声的 我关注到的这几家人家 这些孩子 还是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聪明的 但是我相信就是 大部分的人 其实就是不参与一样 就是那种 就没有办法具体说了 那么这里边 还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需要注意的就是 就是这些 在网上求助的人 有一个事情 我觉得需要注意 就有的人会 长篇大论写 非常详细 他每天都去干嘛了 然后到哪儿 别人怎么说 然后他怎么做 然后又怎么去排队 从这个医院 又到那个医院 他会写非常满满满满的一篇 然后我就觉得 这个就不是一个好的传播方式 也没有人耐心的 我是全都看完了 我看完以后 我就那种上不来气的感觉 我是觉得 就是一定要讲究一个方法 把你的事情重点抽出来 然后呢 就是重点的东西 写一个短小精汉的 然后是便于传播的 然后便于抓眼球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办法 然后这样的话呢 就是让你的这个消息呢 在社会上尽快地被关注到 然后那个就是 这个其实是比什么都重要的 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第四点 是我这一次感触非常深的 我也是要吸取这样的一个经验 就是这次武汉封城呢 其实它是给出了 八小时的一个时间 其实很多人其实是没有反应 是麻木的 但是也有很多人 就马上就撤离了武汉 那现在看 当时可能觉得也没有多大必要 可是现在看 困在这个武汉里边 很多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家人 没有办法入院治疗的人 如果当初离开武汉呢 他到任何一个地方 其实只要是 他是武汉来的 马上就会被人关注到 马上就会 如果有症状 马上就会去隔离 去治疗 那这样的话呢 就跟在武汉里边 就是求疑无门 就是那种境遇 就差别非常大了 这也是一个就是说 日后再遇到这种 重大的灾难的时候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宁可就是说折腾一趟 也还是有必要的 就是要一定要保持 足够的敏感 不要怕折腾 就是总比要 最后你困在里边 要好很多 那么就是我呢 其实是从这一次的 这个疫情当中啊 就是也在思考啊 我只是单从就是我们 个体的一个小老百姓啊 在这种巨大的灾难面前 其实不仅仅是疫情 包括什么地震啊 然后就这种巨大的灾难面前 就社会一片动荡 一片混乱的时候啊 我们到底要怎么做 我们其实没有必要去 抱怨也好 怨恨啊 就是把精力 不要用在这个上边 立刻的全部的精力 运用你的智慧啊 你的大脑 想办法 保护自己的家人 保护自己 然后尽快的就是 把自己的这个家庭 这种灾难呢 能迅速的就是 融入到这种体系当中 那么自然就会有人 开始救你 就会开始关注你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是觉得就是在这个 这一次的这个灾难 灾情当中啊 这是我的一点点体会啊 来跟大家来分享 谢谢大家收看 拜拜